Hello 大家好 傻姐 我現在是北京的酒店 在這間酒店我都蠻滿意的 其實正式來說它不是酒店 它是公寓式酒店 即是說它是包了整棟公寓 然後拿來做接待客人 我覺得蠻好 因為樓下超多食物 而且房間比較大 因為始終是公寓 但是沒有煮食 房間超大 我就一下子打開行李箱 只要你不尷尬 這樣就沒有問題 因為整個行李箱的房間 只要你覺得沒事 這個世界就沒事 今天去看星期禮 我真的發覺 內地的國民教育是蠻好的 我的乾妹說 其實現在她的女兒六歲 但是已經懂得背很多首唐詩 他們從小到大都要學唐詩 很小的背到大 所以原來 他們能夠背 即是我那次看的 誰呢?夢面鳥哥 又或者天下一場夢 他們住在廣西的傳說中 鄉下的地方 但是隨時 隨時可以說到兩壽司 連她那隻八哥都可以說到幾壽司 你想想 有一點點哪兒 自己有一點點哪兒 今天很早 6點27分 為什麼會這麼刁轉呢? 就去看星期禮 不是6點27分 但是這裡出門 我是5點已經起床 4、5點起床 等他們來接我 然後就去星期禮 因為他們跟香港不同 香港就好像定時 他們真的看太陽升氣的時間 所以是每天都不同的 我們就以為 其實我也不知道 要有預約的 我們就以為 咦? 應該很少人 因為今天走一 是他以為的 我沒有以為過 誰知道 乘車的時候 我們是打的 就發覺 原來很多地方 都已經是封的了 就不會讓你直接坐到天安門那裡 所以他們就會在最近的地方 扔掉 幸好也不太遠 然後 走吧 我們過了3、4個關卡 首先要看你證件 然後有兩個是看你證件 一個就是 另外一個關卡 除了看證件之外 還要搜你的袋子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看星期禮息 最好就什麼都沒有 只是帶銀包電話 就最好了 但因為 你知道我畢竟都是旅客 多東西帶些 但是那個袋子 他真的會拆開 我自己有行程表 有些紙仔是行程表 他也會看的 我覺得是安全性問題 因為 誰知道你是想做什麼 然後他還不去看 有很多 好像我姐姐那些 以為內地人是傻的 那些 他們一看完之後 就說是行程表 他說是 他大概都知道 因為我是拿著回向卡 其實在內地很方便 如果你是內地居民 他們就把身份證 就已經有身份資料 就可以核實到 你是預預預約的那個 但是我 因為拿回向卡 我在他們的紀錄裡面 是沒有的 沒有身份的 所以很多時候 都要額外幫我做的 有一個官員就說 一看你是香港的 走吧走吧 因為他都喜歡 即是內地人都喜歡 香港人去看星期的 當然 就是因為 不是只去一個關卡 還有幾個 你過了去 都還要過兩個 有些呢 就要輸入 即是好像我去故宮 我拿回向卡 或者去某些地方 他是要輸入回回向證的 即是我跟我朋友 他一起預約的 可以送到我的資料 那就用來核對 所以其實都嫌的 但是更加恐怖 就是多謝普京大人 多謝普京大人 大家知道我去一帶一路 開功夫會 更加多謝普京大人 就是因為普京大人來了 所以我們在天安門 看完星期 他是趕人走的 有些人不看星期 就想去天安門廣場走 或者拍照而已 總之 星期禮完之後 就叫人走了 有些人就遲了 不想 未必是上去 星期禮就上去 天安門廣場拍照 都不讓人進了 不讓人進了 就算你離開了 你想到最後找東西 是不行的了 你要走了 有什麼事到時再聯絡 就因為普京大人來了 所以就要趕人走 我們去故宮 其實很值得大家去 你真的應該這樣說 我們還有 其實我自己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他說故宮博物館的時候 我經常以為好像香港的博物館 大英博物館 那些這樣的 就是你有一個地方 然後放了一些物件 就是古物 這樣就叫博物館了 我是以為是這樣的 誰知道原來是不同的 它是整個建築 都是叫故宮博物館 接著就走到我PK 真的 大家要想一下 我根據我在東涌這段時間的訓練 喂 我都算走得這樣 一個星期走三轉 每一天 一個星期去東涌三次 或者兩次 每次都走過一萬步 我也是叫狗經訓練 但我可以告訴你 我都走到腳遠了 我們還是沒有走完 我們只是一個直線 在旁邊走過而已 一條直線走到最狠 然後旁邊走回來 我們是沒有走完的 但是我自己很感受到 我們國家當年的輝和 她做的劇集是假的 因為她的紅牆 我們經常見紅牆 那些貴妃被人抬著橋 好像牆很低 其實不是牆很高的 我心想 你拍劇 你可否做得專業一點 因為如果她真的拍劇 做得這麼高 你基本上是拍到紅色 你是拍不到頭頂的所謂磚雅 所以她們就特意做矮一點 在說堂橋的時候 好像看了紅牆頂 其實不是很高的 另外就是 其實很大的 真的大到 還有每一道門 都有一個很高的門 很高的 真的不明白以前的人 怎麼可以認路的 大哥 我真的 有地圖我都死了 不要說沒有地圖 建議大家 去到故宮那時候 不要省少少錢 真的花少少錢 參觀那個珍寶 因為她有幾個收費點 除了故宮那裡 弱的時候 可能會有收費 我不知道 因為不用我錢 好像說她的珍寶館 是要付錢的 然後 因為今天 普京大人來了 所以有很多 因為今天都是一帶一路 所以有很多館都沒有開的 其中一個珍寶館是有開的 我們預約了是給了錢的 很值得大家去 她展出四百多件文物 但其實她說有180萬件 當然 其實文物怎麼會指這麼少 有很多被人搶去英國那些 那些大島那些 我自己覺得 看到了 有些可能會覺得 蛤?這樣而已? 但你要想想 她當年的時候 拿到這些寶石 其實是很難的 現在你說要拿 壁西 即是壁仔 有些人是讀 正音是讀壁仔的 那方面大家都是講壁西 在香港 壁西周街都是幾百元有一條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 但你要想想 她當年清朝的時候 即是叫刮那個 就是刮礦那些 全部是用人命去堆砌的 你要刮到這些 你基本上不同現在 大哥 科學這樣先進 拿多少都可以 她當中也有一個 十幾卡的鑽石 當然不是現在那些 什麼 幾一絲 幾一絲 但是你要想想 在當年來講 做切割鑽石都是難的 雙陷的切割鑽石都是難的 他能夠拿到這麼大顆 來做的話 其實你在當時是很貴 有些是珊瑚 但是珊瑚最頂癮的就是 那顆珊瑚合圖 那顆珊瑚 是大顆珊瑚的頭 你去玩 就是她是圓石珊瑚 這麼大個頭 就是大顆珊瑚的圓石珊瑚 去刁割整個合圖 就是我自己覺得 你是很值得去 那我回到香港 會發一些照片給大家看 我都特意 除了拍攝那個物件之外 我拍攝那個餡 就是解釋 我也都特意把它放大一點 給大家看一下那一部 就是那件工藝的那一部 其實你會發覺 那些工藝是很難做 因為做得很精細 有些糊啊 拍出來 為什麼我說大家一定要去看呢 就是你 我拍照給大家 你可能看不到的震撼 但是你真的要看的時候 你真的發覺 那個糊 那個 那個不是現在印的那些 印的那些 就是那些格式 它真的一條條銀線去 繞出來的 哇 很有勢 還有一些工藝是很多 就是你要想一下 你真的可以幻想一下 當時是多奢華 但是你要維持到這麼奢華的生活 就是你國防是一定要富裕 那同樣地 那些石 那些 你摸下去是涼冰冰的 就是你會真的 親眼看到的時候 你會發覺 哇哈哈好貴啊 發覺 哇好宏偉 好貴啊 那些 就是你要想一下 當時是真的很輝煌的時候 所以真的很值得大家去 那其實我 我遲些會鋪回一個 就是在我群組 我已經鋪了一個 閱兵儀式給大家看 但是我會再鋪出來的 但是 說真的 很老實 就不是傻姐拍的 傻姐這樣的高度 怎麼拍啊 大哥你不要玩啊 就是連我的朋友 他供我整個大段 他都高啊 我朋友起碼高我半個頭啊 他應該五尺 五至五尺七左右 五尺七左右 五尺七左右 他都看不到啊 拿著手機勉強 是拍到地上而已 那你想一下 我五尺三個高度看什麼 是不在的 他們說有些人 為了拿著司機勉 真的可以看到閱兵呢 那星期呢 他們是 凌晨兩點 兩三點就過來睡的了 跟我們五點多才起床 出發那些 完全是兩馬之士 還有今天都很多旅行團 你真的發覺 嗯 我們現在看著軍隊啊 就是看著什麼八旗子弟 是完全是有這種感覺的 因為很多旅行團 起碼有幾十團旅行團 那些老人家呢 要戴帽子 因為 免得混亂了 因為很多都是老人家跟團的 那些老人家都戴不同的帽子 不同顏色的帽子 然後有不同顏色的旗子 戴著他們 真的你會發覺 哇 八旗子弟都是差不多的 尤其是他們走過那些門啊 走過那些樓梯啊 走過來的時候 真的好像別人的閱兵那樣 那麼 那 星期禮那樣呢 其實那段片呢 我們抄人的 那當然那些人都很好的 那 因為他有那些自拍神器 那 加上他的電話都是很高清的 那所以他拍得很漂亮 我們呢 看不到就看他的電話 就是看他的電話的螢幕 那來看的 那 所以一結束後 我朋友就馬上叫他 加個微信 原來這件事是很普通的 加個微信 你發給我 那那個人也很好 發給大家的 那所以就變成了 為什麼我會有了這段片 但是很值得大家去 那 還有我現在剛剛 在超級市場回家 是要走超級市場 體驗一下內地生活 然後就發覺 我好像有點兒那 是窮貴 我好像有點兒那 窮貴 那不是因為薩姐沒有錢 我真的沒有帶人仔 我真的沒有帶錢的 那 因為我自己本身有個中國銀行的卡 那我轉了錢去的 亦都有開通海外的 那 那本身我中國銀行這邊有 那我亦都有我指護後 那我開通海外禁錢的 那我沒有想過 原來他超市買東西呢 他都說 要用回我們的核碼 那個Apps那裡的錢來給 那我沒有 他說那你現金也可以 我現在 我就是沒有提現金了 那於是就 怎麼辦 我其實選了很多東西 然後後來就 要是你找其他顧客 有這個卡的 叫他幫你付錢 你轉回去 然後我就找了後面那個 那個太太 我說你可不可以幫我付錢 我轉回去給你 我是外地人來的 那他就說好 那他就幫我付錢 然後我轉回去給他 那其實我自己買了二百四十幾元 但是 買了很多 即是如果你在香港買二百五元 你基本上買不到多少東西 但是我遲些投資出來 你就會知道我買了多少東西 你不要說 北京消費是貴的 比其他城市是貴很多 當然 但是也相對比香港便宜 那我自己說 說真的 最大的差別就是的士 我自己由大興機場 如果大興機場乘的士 去到現在這個地方 其實我是近 那是首都機場多一點的 但是首都機場因為太貴了 差一千元 那我心想 我坐的士也不用一千元 那所以我就選了大興 那如果你是在大興機場 坐的士 來到我現在住這個地方呢 那就是要二百一十元 但是 如果你用微信 它有其他平台幫你叫的士 它有很多平台給你選擇 那你可以選擇哪一種類型的 它可能叫計程車就二百一十元 但是如果其他有折扣的 那你可以選擇 那我這次就不是坐的士 我坐機場巴士 然後再駁的士 那就更便宜 那你要知道 我今天 舉個例子 香港一條開標二十七元 它一開標是十三四元的 而且每一段距離 就是遠過香港和便宜過香港 我那次 今天 由南羅古漢 乘來這裡的 那 差不多半個小時的士 沒有塞車的 沒有塞車的 不是塞車半個小時 所以貴 所以什麼 是沒有塞車的 真的開了半個小時左右 我是說 大概十幾元而已 是不是十幾元呢 好像二十幾元 是二十幾元左右 不是貴的 你試一下你在香港 坐半個小時的士 是沒有塞車的 你看看多少錢 根本是難以想像的 是便宜很多 當然深圳的士 或者其他省份的士 是會更便宜的 所以我覺得 這裡的物價 真的相對在香港也便宜 如果你在超市的話 你是買那些叫外國進口的那些 那就不跟香港拿得很遠 大概 因為香港現在 因為人仔現在 是跟香港差不多一對一左右 就是多一點 所以 大概你約九折左右 基本上 減回價是九五折 九折左右 那不是相差得遠 但是如果你是一些 國內自己生產的東西 就相差很遠 那好像我現在 買了一個 去濕的那些茶包 那其實就是裡面 真是原材料 紅豆 意米 然後還有其他磁實 那些 那你真的放進去熱水那裡 泡三四分鐘便可以喝那一種 在香港 如果你是要 十包左右 可能都要五十幾六十塊 便宜的話 那可能有些 有漂亮些品牌的 可能七八十塊 那它這裡 它真的是一粒粒原裝的那些 那在說十五包 那包裝也很漂亮的 十五包 那就是賣三十五元 那是便宜很多的 這些便宜很多 那如果在北京這些大城市 那超市大 是很多東西都 香港是沒有的 因為香港 那些東西很普通 即是很少貨 那所以 在這裡買很多東西 那買了起碼 十幾件 十幾二十件東西 二百四十幾元 水果又便宜 那所以 都買了一些水果 但是有些水果 就不可以帶回香港的 不是說水果不可以帶回香港 因為它本身 那些水果是雪起了一盒盒的 那你根本是不可能 就是放進行李箱裡 帶回香港這樣 那好像我們平時 吃的那些水果盒那樣 如果香港要三十幾個 是四十塊 它這裡是說十二個九 所以馬上買了一盒 它不是吃的 所以我覺得 其實內地是挺好的 而且內地 不敢說其他城市 真的不敢說其他城市 但是北京的城市 那些人普遍是有禮貌的 那我都有問過我契妹的 因為現在在內地一胎 尤其是北京市 一胎 所以他們是很傾斜的資源 去給這個小朋友 除了我契女也很慘 當然因為我契女 自己本身都喜歡 就沒有那麼慘 學彈琴 畫畫 跳舞 有畫國畫 有學彈琴 有跳舞 有學外語 然後最慘的就是 你知不知道怎樣 她開了一個APP給我 給我看 原來是她老師 發給她的 然後 你知不知道是什麼 她女兒的學習情況 那女兒就在那裡 真的學英文 真的在那裡讀那個英文 然後給她老師錄起 給她家長看 真的很慘 科技先進 你想偷懶讀少一點 真的不行 所以其實 變相 她說 因為一胎 所以 很多家長都給她最好的 而且要她有禮貌 要她做一個優秀的人 那這個香港真是 比下去 香港都一孩政策 但是你會覺得香港是 帶我去那時候 是完全不在乎她的 那今天都吃了一個叫做 東北的酸菜鍋 他們叫薩豬鍋 對了 叫薩豬鍋 我買了一卷 當然是好吃的 然後就出事了 你想想我的胃有多大 我吃三至四人餐 你覺得我有多大 但是你不要想著三至四人餐很貴 一百二十幾元而已 買了一卷是一百二十幾元而已 你怎麼能頂 你在香港 這裡是北京 你在香港一百二十幾元 你吃到什麼 你吃不到 人家是整個鍋上 那 除了一些份量很夠之外 我覺得 北方和南方 真的差一點 怎麼說 我在香港也有吃過 酸菜白肉鍋 但是我覺得 香港製作的 酸菜白肉鍋 有些 製作到有一點臭味 酸菜做出來 是有一點臭臭的 你是很難頂的 但是這裡是完全沒有那種臭味的 而且他給的東西是很足的 下面的酸菜很多 酸菜是很好吃的 而且沒有那種 南方 我經常在香港吃的酸菜白肉鍋 肯定是有一股味的 它是沒有那種味 所以 吃得很開心 我下面就不止這檔 還有很多 海鮮檔 即是叫海鮮館 什麼人 當中有一個我也蠻想吃的 就是說 有兩款肉 它是二人餐來的 有兩款肉 肉好像四百多克 一個羊肉就好像二百克 二百多三百克 然後有個豬肉就四百多克 因為他打算每個人二百克 豬肉就四百多克 然後 有海鮮 有鮑魚 又有大雜牌 都好像一百五十幾塊 一百五十幾塊 一百五十幾塊 但我後來想想 在香港 貴一點也能吃到 韓燒這裡也有 都是百多塊 但因為在香港 雖然比這裡貴很多 但也叫做吃到 也有機會吃 但這個殺豬鍋 我真的不去香港 真的沒有什麼可吃到 所以 算了 先吃了個殺豬鍋 明天看看情況如何 所以在這裡吃東西也是值得 當然如果你去其他城市 是會更便宜的 今天講到這裡 希望可以在這幾天再和大家拍多一條片 我明天就會去軍事博物館 我的朋友也說 我乾妹也說 她也有害怕 你拿著回鄉證 你香港人來 給不給你 後來她幫我預約的時候 也是給的 所以 我想軍事博物館 應該不會給你們看最先進的軍事 我不知道 我也沒有去過 但在北京城 北京市這裡 有很多博物館 國家博物館 軍事博物館 又不知道什麼科技博物館 有很多很多的 很值得大家去的 如果你去故宮 首先第一 你要衡量你的腳骨力 你真是預料你的腳壁 第二 就是付少許錢 原因就是 除了去增保館 去其他館之外 你付少許錢買一個叫導航的 它就有一個儀器 你去到哪裏 它就會感受到你走到哪裏 然後就講解那個宮殿 裡面有什麼東西 講解宮殿的由來歷史 那 二十雞的 不多 但是你要懂普通話 因為它分了國內和國外 國內就包括了敏南語 普通話和廣東話 但是他們說廣東話是很少的 可能很少地方 偏少 主要是用普通話的 如果你想聽完 可能要用普通話 那你自己衡量 另外呢 就是有外語 外語比較貴的 三十五元 如果國內那隻有普通話 有廣東話 就二十雞的 三十五元 這樣也不算貴 那些就有西班牙語 英文 這樣 那如果你有幾個人 我看到他們有些人 有私人團 有幾個人的 那幾個人的話 我就建議你買起導遊 他們有一些導遊在那裏 專門是解釋這些宮殿的 就會帶你走這個故宮 那如果你有四五個人 我覺得你租一個人 也會划算 因為他畢竟 他是比機器是詳盡的 你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問的 那我覺得這件事 是值得去投資的 那當然你走完 就難不難 另外一件事 那裏也有很多椅子 讓你坐的 那還有 不要去那些什麼文創館 不要去那些文創館 其實裏面的東西很漂亮 也都不貴 除非是一些文創館那些 就是金銀館那些 就是因為賣金 賣銀 賣肉器那些 那些就會貴 但是那些好像說 我也有去的 有買和田的 那可能會比外面貴一點點的 但是一定是真貨 因為外面那些 真不真貨 你不知道嘛 去大店都可能差不多價錢 那大文創館呢 就是一些創作的 有書籤 有拆膠 或者有一些 就折或其他 那些 不要去 實在太漂亮了 我不是給我朋友 不是我乾妹在旁邊嗎 我真是破房 告訴你 我覺得 如果我要買 我起碼可以買幾百元 因為他不貴的嘛 他一個書籤很漂亮 都是三十幾元而已 是很漂亮 那些貓貓擺設 就是皇帝貓貓 就是貓貓 貓貓扮皇帝坐在椅子那裡 都是二十幾元而已 有些貓貓 按著印章 就是玉璽 都是十九元而已 你覺得你怎麼撐啊 你是撐不住的 如果你真的要去看文創館 你們輪流看 找人盯著你的荷包 你不帶錢進去就還好些 你一帶錢進去 你一定破房 我起碼有好幾樣東西 我都很想買 但是後來 忍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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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我乾妹家裡這麼大 她都說她沒有地方放 更何況我家裡這麼小 放什麼啊 所以我是忍住 但是當然現在都是很掛念那些東西 真的很漂亮 很掛念它 但是都沒辦法 都已經離開了故宮 我自己告訴自己 下次再有錢的時候 家裡大一點的時候才說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